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 我們健康2.0跟大家說過 有的醫師會讓大家嚇一跳 你就覺得他好像算命生一樣 算命師 看你的臉 還有你走進來的感覺 就可以知道你到底生什麼病了 其實我們講過包括像頭髮 白髮長在哪個位置 指甲的狀況 還有眼睛眼球的狀況 就可以知道你當下的身體健康 而且連臉型也可以看出 你的身體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疾病嗎 大家都覺得說臉型好像只是跟眉醜有關 不是只有這樣 原來跟健康也相關的 而且很重要 找出原因 我們今天教大家不用動手術 可以用臉部的一些相關運動 把它調回來比較棒的臉型 重要的是除了棒的臉型之外 身體也會更棒 更健康 我們今天請到的醫師 牙醫師趙哲陽 你好 還有張濟耳邊後科的主任 余萬年余主任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基隆長庚 江坤俊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北一護理學博士 許嵐芳 大家好 還有李建興 大家好 建興 聽說這個醫師像算命師 你就曾經被嚇一跳 我真的被算過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高血壓 而且我長期在用藥 可是我有一次去看一門醫師 就一個門診 可是我不是要看高血壓 可是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講說 你有高血壓 而且很高對不對 我就嚇一跳 就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你的臉就都紅紅的 感覺像喝了酒一樣 的確我覺得我臉還蠻容易 蠻容易紅 而且我不容易退 可是我偏偏喝酒的時候 又不容易紅 就非常的特別 然後不只是我 就連我太太也是 因為我太太有嚴重的黑眼圈 結果醫師每次看到他說 你是不是鼻子不好 果然 他真的 他就常常會有鼻子過敏 或者說鼻子會癢 所以我覺得 的確從臉 好像可以看到 你生了什麼病 其實中醫有萬聞問切 我們西醫也是有 不是大家都覺得 好像我們西醫來自抽血 是幹嘛 我們偶爾也說 看看病人的臉長什麼樣子 其實但是這個 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這還是有一大部分是用猜的 那好像那個算命仙 如果你去找算命仙 他就說你最近運氣不好 怎麼樣 因為你一定是有問題 才來找算命仙 我們西醫是有一些根據 比如說剛才凱昕就在講 你看眼睛 你眼白很白 我們就說你貧血 你眼白很黃 我就說你肝不好 我叫你舌頭伸出來 你嘴巴很乾 因為那個身體的水分 會表現在黏膜上面 你舌頭伸出來 我就知道你水喝的夠不夠多 這是有基本的 不過像那個 剛才建興講的 那個就比較討厭一點點 臉紅的原因太多了 像高血壓為什麼有些病人會臉紅 但不是每一個 因為像高血壓很嚴重的病人 有時候他微血管會擴張 他作為微血管會擴張 會沖血 所以很容易就臉紅 但是不是每個臉紅的人 都是高血壓 也有的是因為肝臟不好 肝臟不好也會造成 作為微血管擴張 所以之前我們有個病人 他走進來找我的時候 他在看乳房的那個 三十幾歲年級女性 一進來 他就是臉紅紅的嘛 他說我第一句就說 你平常 我也是第一個在高血壓 我說你血壓是不是很高 剛剛有沒有去量血壓 我想看他血壓 還是說 還是說看到醫師很害羞 對對對 我也有問 我說他說他沒有高血壓 我就說難道你害羞嗎 臉這麼好 真的喔 我還是在這樣問他 因為跟他開玩笑 因為沒有 他其實只是剛喝完酒 所以他說 我們還是可以從臉上一些東西 可以反射到疾病 但是不是每個地方都很準 像黑眼圈也是 黑眼圈也不一定是鼻子不好 鼻子不好 周圍這個地方 我血管一定會擴張 血管會不好 所以黑眼圈 但是有些人 他只是色素沉著 腎臟不好 肝臟不好 都會色素沉著 所以原因很多啦 所以你看 從臉上 真的就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來 不只大人 小朋友的話 家長也要幫他注意他的臉型 沒有錯 在臨床上 其實我們常常可以 聽到一些爸爸媽在抱怨 小時候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漂漂亮亮 聰明麗麗 怎麼小時候 越長 越醜 越長 越淡 媽媽 不是都很可愛 這在臨床 對 這個在臨床上 我們稱之為 現樣體臉 它英文名字叫做 Adenomy face 所以說在台灣話來講 就好像有叫 稱之為阿呆臉 阿呆臉 在臨床上的話 可以看到是說 它的上唇 會長得比較厚 比較上翹一點點 對 因為 長期鼻塞的關係 所以下巴的地方 會有點下垂 那在它的唇 鼻唇之間 這個鼻唇勾 它會變得比較短窄一點點 那整體來講 它整個上翰骨 又會比較往前上翹一點點 所以也比較容易造成 它整個鼻腔的一個阻塞 那這樣的情況下 它 它臉部的表情就相對變得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看起來就會有點呆呆的那種感覺 那長期鼻塞的情況下 會造成它呼吸上面不順暢 尤其在夜間的時候 更會比較明顯 那睡覺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有打呼的一個現象 我曾經有一個 小朋友的爸爸媽媽抱怨說 這小朋友從出生到現在 從來沒有趴著睡 從來沒有躺著睡過 都是趴著睡 這樣的一個動作 可以讓他呼吸道變得比較寬一點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平躺 這樣是造成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主任你說這種阿呆臉的小朋友 家常要注意是因為 他是因為鼻子過敏 然後影響到臉型 沒有錯 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鼻腔裡面阻塞 反覆的一個發炎的現象 造成我們鼻咽部的一個 所謂增殖線 變得比較肥厚一點點 所以他稱之為增殖線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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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這種 Adenoide的這個臉 其實他的牙膏 我剛剛好有帶類似的模型出來 大家可以去看 他的很特別 常常他們都是所謂的爆牙 牙齒就爆爆 那爆爆的這個牙齒之外 其實他很特別就是他的牙膏 就是說這整個牙床就比較窄 那比較窄這時候 大家就想見 這個 嘴巴的天花板 就鼻子的地板 那你上二一窄 你鼻子就容易鼻塞 那可是更麻煩一點 就是他的舌頭 他的因為牙膏比較窄 他舌頭就沒辦法平貼上去 對 所以他的舌頭就會習慣縮在後面 所以為什麼醫學報告告訴我們 這種 這種臉型 他就特別容易 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打憨了 打憨的小朋友 注意力不集中過動 都有相關性 所以影響層面很廣 從臉型看健康 你看光小朋友 就可以看出這樣的問題 而且小朋友才幾年 我們大人的話不得了了 就是幾十年累積下來的 臉型看健康可以看到什麼 第一個 厚到 可能罹患的疾病心臟病 還有小下巴跟爆牙 可能腸胃方面有問題 對這個 這個可能就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示範 示範心臟病發 就說大概 大家一般人很少會去注意說 小下巴或厚到的人的 臉跟身體的關係 我就用厚到來說好了 厚到的病人 我舉例來說 他的下巴比較往前 他的肩膀比較往後 他的肚臟上方會前途 你看他的腿總是 好像很粗 像膝部牛仔 天天腳很粗 可是膝部牛仔 大概也是這個臉型 他這個臉型之後 他舌頭講話舌頭就擺在下盤 所以他吞口水 他的姿勢 大概就會這樣 照片師直接就可以 把他下巴推出來 你再看他這個表情 跟他的下巴 你看他下嘴唇比較厚 對 而且他總是聳著肩 這樣子 總是聳著肩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一吞口水就 一說話舌頭都在下排 這時候你看他的肩膀 多辛苦 要一直攻著他的這個 這個胸部 這個胸椎 所以說我的病人 常常就會發現他心率不整的 機會就比較高 心率不整 對 小孩子就會比較容易看到 那如果以這個來講 我們印象中很深的 當然就像你以前總統 李總統 剛好心臟 他剛好心臟 他支架放了很多對不對 對 其實跟他 你看他的姿勢 也是大概這個 這個胸椎就特別比較融起來 那你再注意這些人 他的小腿都特別粗 為什麼他對心臟是有壓迫感嗎 還是怎麼樣嗎 大概這個心臟 大概內科醫師就比我厲害了 就這個心臟多少還是屬於這個 這個周邊神經系統在控管 如果胸椎如果有壓迫 他這神經去支配心臟的這個功能 相對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對 所以容易產生心臟方面的問題 那如果小沙巴跟剛提到的 就比較不一樣 那小沙巴的病人 他看起來下巴小 可是實際上他很特別 是他的這個脊椎 會習慣往前彎 那他有什麼特色呢 他的下巴小小 所以你看他總是 這個嘴唇翹翹 翹翹 下面的這個下巴 你看我在模仿這個臉型 我都模仿他們說話 嘴唇翹翹 這個下巴後縮 他的小腹 肚脊下方就會突 他腿沒有力 就細細的 那但是他因為下巴小 不好呼吸 所以他有時候 脊就變這樣 我們就說 臭臉呆 就有點像剛主任講的這個 Adenoid Face 腺狀體的這個臉型 那這時候很麻煩 因為他的頸椎 常常在這個第三到五頸椎 這邊會特別比較容易壓迫 那這三到五頸椎 剛好又負責這個狠隔膜 有剛好有這個周邊 神經有控管到橫隔膜 對 他就變兩個問題 第一個他都肚子呼吸 腹內壓就會比較 對 因為他的小腹都 凸凸的這樣子 就跟胖子一樣 你看成年人打憨了 是不是開始有肚子 有肚子接下來就 下巴就開始小 法令紋就變深 法令紋會變深 所以你看這個 我說錯了 木偶紋 對 那厚道的話它是法令紋 法令紋 那這時候他的這個 他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這個橫隔膜鬆掉之後 他的這個胃 跟他這個食道的 這個香蕉界的這個 盆門 基本上他這個鬆緊帶 好像就鬆了 就比較容易胃酸逆流 第二個小下巴的病人 在血理上 他比較容易呼吸到瞎展 所以他比較容易 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你只要睡覺一打憨 那胃酸抽上來的更嚴重 所以才會腸胃融 腸胃不好 而且你看他的牙齒 蛀牙就特別多 所以影響的不只是 腸胃是整個都上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牙齒蛀牙的 有時候就不只是 請他多刷牙了 恐怕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腸胃系統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想到牙齒咬合 跟這麼多都有關聯 你看這個正常版的 基本上就是比較平 它沒有縮下巴 也沒有突出來的狀況 那只是咬合上面的不當而已 居然它影響層面這麼廣 還會影響到哪一些 剛提到了 蛀牙 牙周病 在牙齒亂的時候 像我之前自己牙齒沒有很整齊 有一顆 有兩顆就是重疊的 妳現在是矯正過嗎 矯正完了 現在滿整齊 我矯正兩次 就是有重疊 那矯正完之後 它被拉開了嘛 就發現它重疊的這個地方 蛀掉了 因為不容易刷得到啊 對 我拉開之後才發現 所以很多都是在矯正完之後 像我們家可能都是有這種遺傳吧 像我妹妹是兩邊 她也是拉開之後 發現擋著的地方住掉了 很多都是在拉開的時候 才發現住掉 那因為沒有辦法刷到 所以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就很容易發現有牙周病 這個剛講過 如果你是爆牙的話 那爆牙基本上 它的鼻子就比較窄 鼻子比較窄就容易鼻塞 那厚道的病人剛剛好相反 它這邊有個所謂的疊二屋 就是三叉神經 它三叉神經這邊到疊二屋 有個三叉神經節 如果說這個中臉部發育比較不好 特別是厚道的病人 它三叉神經功能不好 那去支配鼻腔黏膜的功能就不好 它就比較容易過敏 所以這個小下巴的病人容易鼻塞 厚道的病人容易鼻子過敏 因為我們鼻塞人 它容易會造成我們整個構造上 比較容易張嘴呼吸 張嘴呼吸的情況下 它的上二骨會變得比較狭窄一點 因為我們鼻腔的底部就是上二骨 所以當它比較窄的時候 它鼻孔的一個開口的話 當然相對來講會變比較狭窄一點 會加重我們鼻塞的一個現象 好 那是不是有個頸部拉伸運動 不管是針對小下巴或者是後道 其實都可以有一些減緩 尤其是小下巴的病人 它一方面有下巴小 所以它缺氧 它缺氧之後 它送到頭部的血的氧氣少 所以它的腦壓會因為送來的血太多 腦壓特別高 再加上彎腰駝背之後 這個頸靜脈 頸動脈 還有一個三叉神經 它很討厭 它用一個像保鮮膜一樣的頸動脈 就好包著 所以它姿勢一跑掉的時候 這個保鮮膜你一壓的話 它就會折到 一折到這個血下來的途徑就更不順 所以我們用超音波去看 我們只要適當的把它姿勢 頭部擺位擺一擺 它的頸動脈 頸靜脈的血液的流速 會稍微加快一點點 那要怎麼做 就是說 怎麼做 病人大概不可能用超音波 那我們就是很簡單 我們希望它的脖子下面的 頸部前面的肌群 跟後面的筋群 肌肉群把它放鬆 第一個動作的話 我們大概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病人誤會是彎脖子 這個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會請它靠著牆 背跟頭稍微靠著 就是讓自己貼著牆面 對 我們不是去折這個頸椎為主 我們目的是去放鬆這些肌肉 第一個動作就是下巴往前往上 要去往上伸 後腦勺是頂著貼著 對 我們是希望下巴往前 所以用力的是下巴這裡 對 你會發現這個整下肌群 這個蛇下肌群 還有這個頸部前面的筋膜都會鬆掉 大約是五秒 那可以趁這個時候吸氣 吸氣的時候會覺得腹部結實 那這大概也是腹肩科最近比較夯的腹內亞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換後面拉長 那如果不曉得怎麼做就先下巴後縮 但是頭跟背不要離開那個牆 那你會感覺這個頭好像被 掉起來一樣 就好像有一條線把自己往上拉伸 那你再來回做個大概 十次二十次 好 所以它做的時候除了說 頭要靠著牆壁之外 我發現你的下巴現在比較厚道 對 比較往前 就是要往上推 對 盡量往前往上 所以不是說只有你頭靠著而已 而是這一塊要出來 要把它整個真的放鬆 可是已經有厚道的人還要這樣做嗎 基本上厚道的病人 他不大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他大部分都是這個三叉神經的 要去找腹肌科醫師他們做手術 了解 好 所以如果說 就是我們一般正常會有小下巴的 要這樣做嘛 往前面推 然後接下來低頭的部分 大家看趙醫師 他是現在有點下巴往裡面縮的 但是重點是後面的肌群有拉緊 頭好像被拉高這種感覺 整個人被拉伸 長高的感覺 他因為你頭要靠著 所以你只能想盡辦法讓頭變長 所以這兩個動作 可以很快速去舒緩你這個 頸動脈翹的彎折的壓力 我們得到的答案就是說 第一個他流鼻水的狀況 鼻塞大概你做十到二十次就通了 後倒人他前的牙齒真的差太多的時候 他連東西都咬不斷 他連吃香蕉都不好咬 而且久的時候這邊肌肉很緊繃 它會很痠 另外就是你常在咬東西的時候 常會動到這個孽額關節 所以他們孽額關節會很痛 肌肉功能開始的時候 他就學爸爸媽媽的這些習慣 爸爸後倒 他吞也有後倒 爸爸小下巴 他也吞也很小下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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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